控诉无良鱼犯,执法严惩销售河豚鸡腿鱼 关键的信息 第一,我们希望居然卫生局能够尽快完成调查报告 如果调查报告已经完毕 我们希望能够成交给警察署 然后我们呼吁提供那些违反AKTA LKM的第23条和AKTA MAKANAN 1983年的人 第二,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加强相关法律的执行力度 防止悲剧发生,保护生命 我们无法让我们的父母起死回生 但我们希望他们的中毒事件是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个案例 我们希望这样的痛苦不再晚,不再重演 不希望任何家庭在承受这段被痛欲劫的经历 因为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是永远无法预保的伤害 第三,政府应该提高对公众有关实用和囤与风险的教育工作 让人们有更好的认知 第四,最重要的是 我们,我国政府应该采取许多国家的许可认证 要求来做法对销售准备和囤鱼 然后最后,尽管政府官员声明法力足够 但政府并没有对鱼犯采取任何行动 我们对此表示失望 因此我们将会通过我们的律师 对于造成我们父母或者是祖父母的死亡的人士 采取法律行动 谢谢